来了 你好 妈 妈来客人了 姐姐夫快过来 你们快进来 不用换鞋 你认识 孙老师 你好 这位是秦小楠的叔叔 陆远程 我在电话里 跟您提到过的 他刚曾请您回来没多久 来 进来 随便坐吧 姐姐 当时说的特警就是他 请问 你过去是特警吗 对 现在也是 我们看你穿西装 还有你转行了呢 你看我眼熟吗 人家不认识你很正常 就前几年 我妹妹和她同学 去毕业旅行 遇到恶劣天气 困到山上都下不来了 不少特警来帮忙 帮我们下山呢 嗯 你还记得吗 我同学是直发 很长到腰枝里 我是卷发 棕色的长卷发 没印象了 人家每天执行任务 不知道要帮多少人 救多少人呢 你呀 就是人民群众之一 我只是觉得太难得了 谢谢你啊 真的 谢谢 这是我的职责 应该的 来 妈给你 来 这是寒假作业 你带回去 倒不用孩子都做完 就是适应一下 我们这里的寒假作业模式 先融入 以后小楠这孩子 就交给您了 用陆队长的话说 这是我的侄子 应该的 谢谢您 真没印象了 对任务和时间点有影响 对人没有 那次任务突然 我们整个支队都过去了 警犬中队也是上下山在搜人 当时警区的游客 有几百个旅游 有些人走得很深 几小时的搜救下来 漫山遍野地找 完全记不住人脸 大风 时温 山路斩 游客多 这种情况下 我们完全没有闲心 去在意人的武官 有什么不同 是长发还是卷发 也对 也对